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道个歉啊 最近有不少朋友给故事FM投稿 想上节目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因为我最近出差比较多 所以好多投稿都没来得及联系 特别抱歉 请大家再等等 我做完手头积累的故事 就尽快跟各位联系 对于不知道投稿渠道的朋友 我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投稿入口 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可以找到 这里是最靠谱的投稿渠道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 就叫故事FM爱哲 给我发私信 给我推荐故事 期待给你的互动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爱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 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啊 大街小巷里经常会看到 私家侦探社的招牌 我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 名侦探柯南的形象来了 这是多好的故事来源啊 我特别想采访 但毕竟日本侦探都不会说中文嘛 我就赶紧查中国有没有私家侦探 结果这一查啊 发现原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中国就有私人侦探机构成立了 但很快公安部就出台了 关于禁止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开办任何形式的民事调查所 安全事务调查所等 这之后私人侦探就基本上没有了 但是法律法规不允许 不代表事实上就不存在 尤其是中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可是普通人面对举证的问题 没有经验 不懂法律 很难搜集到有利的证据 来支持自己的权益 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的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巨大的市场需求摆在这 一个灰色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 感谢今天的讲述者武冲和的投稿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神秘的职业 我是武冲和 今年35岁 我在自家侦探这个行业 已经做了快十年 我是15年那年夏天入行的 我当时退伍就是第三个年头 我那个是空军电子侦探兵 退伍后我做过很多工作 那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看一本侦探小说 看完这本小说 我当时在想 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侦探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侦探小说 从认字之后就开始喜欢 然后我的梦想 其实是成为一个侦探小说家的 我做侦探 我其实是为了去收集 我的一个写作素材 但后面发现吧 我其实没有什么 成为作家的天分 反而倒是有一些 成为侦探的天分 我觉得我在这种调查的工作进程中 我能找到很多乐趣 当我下定决定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自家侦探社 然后第二天我就直接到了厦门 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他是一个大光头 四十多 快不是了 他也是我们行业的元老吧 我行李都没带 我只身一人就到了这里 然后和他聊了一下 我泡了一下午茶 然后当时他就决定收我 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光项 我们就点了三柱香 亲手泡了一杯茶 双手捧上递给师傅 然后本来是没有红包的 师傅反而给了我一个红包 本来我是要给师傅红包 结果他给了我 就这样 也算是一个简陋的 白石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师傅呢 他是98年就入行 他在大专学的是摄影摄像 毕业之后他找不到相关的工作 但是他大学又买了一台相机 然后巧合的是 有一个人愿意委托他 去拍一个婚外情的一些照片 拍一组这个照片 他觉得这个也算是专业对口吧 毕竟都是拍照嘛 对吧 而且他拍几张照片 就拿不少的钱 他当时有愿意 然后他直接就开始干了 干完之后 觉得这四家侦探好像还可以 又能赚钱 也不是很复杂 他直接就开始 那时候是在厕所电电杆上 直接印名字电话 那时候网上都没有网络 他算是中国内地 最早入行的那批人 我算是他的关门弟子 白石之后 我们有个15天的培训计划 我们会去熟悉不同的车 它的车尾灯 它的车的一个特征 其实我们工作过程中 最多接触的就是车 因为我们要在车上进行最终 几乎大多数工作时间都在车里面 甚至吃喝拉撒 你在不得已的时候 你也要在车上绝结 在某些方面上厕所的情况下 你需要密切盯着目标的情况下 甚至撒尿这个环节 你都得在车上绝结 对 所以我们都很多时候 都避免多喝水 就有一次 我们需要睡在车里面 对目标进行追踪 因为当时农村荒郊野林 你根本找不到旅店 第二天很早 要开始对目标进行追踪 你只能睡在车里 然后蚊子又多 又没花路水 车上坐了三天 有时候某些极端的条件下 你只能这么做 像这种夏天 我们去执行委托的话 是最辛苦的 很多场景下 你车辆是没办法开空调的 比如我们离目标 车辆很近的一个场合 你是没办法开空调 因为你开空调 就会被人知道 这辆车上有人 他们在坐在这里 不知道干什么 对吧 尤其这种夏天 如果在露天 又没办法开空调 那是很辛苦的 人都要被证书 我刚开始入行车机 其实是不那么好的 但是你会通过工作过程中 积累大量的驾驶的经验 我们曾经在高速上 我把1.5T那个涡轮增压的 开到了差不多200 去跟一辆跑车 那时候真的是那种急速追踪 然后其次是辨认目标 我们会有好几张 跟你不同的一些人脸的一个照片 然后给他们取一个相应的外号或者名字 不过后拿掉名字 让你辨认出这些人 哪个是哪个 我们会根据照片上面的一些微小的特征 比如耳环或者手表 或者说胡须发型 或者服饰 这是重点的特征 来对目标进行辨认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然后还有多种状态下 对目标的一个追踪 比如步行 我们该怎么追踪目标 我们通常是两个人步行的话 通常是马路两边各站一个 一个人在他对象的马路上 对他进行横向的追踪 另外一个人是尾随去后 因为像我们出去执行委托的话 通常是两个人 我们不会少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知道古代 有句话叫做君子圣读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往往会容易自称一些不正当的念头 而我们这一行 掌握了很多隐秘的信息 以前会出过这种事情 就一个人出任务 就打电话给目标 说我掌握你什么什么信息 你必须给我打一笔钱过来 这样就构成了悄悄啰嗦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会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打配合 这样一个人跟的话会比较困难 有两个人会方便很多 我们第一个委托是那种新手村级别的 刚好碰到一个简单的委托 就是一个遭受家庭婚姻失败的一个中年婚女 那个案子是我们的委托人知道 小三就住在这里 然后小三呢 她是工作地点就在附近 我们是要做的事情就是 每天跟踪她上下班 掌握她的一个行动规律 然后看她是否跟我们委托人的老公都在一起 如果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会固定证据 她是为了防止对方给她断崖性的离婚 让我们委托人精神出户这种 因为当时她已经发现 她的老公已经在开始转移财产了 结果其实挺遗憾的 我们跟了五天 并没有发现这个小三 有跟委托人的老公在一起 然后委托人她也自己也放弃了 我入行的时候 我就大概猜出来 我们这行基本上 都是以这种婚外情取证为主 这种市场需求是很大的 现在在我们业务占比重业务半页上 但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品种 新的类型 是同性婚外情取证 我们遇到过 尤其是成都重庆这边 有不少咨询 他们都是问我 她老公后面才发现 是跟她行婚 在外面还有男人 但是这种取证 它存在了一个难点 就是我们即使在公共场合拍到 她老公和外面男人勾肩搭背 牵手搂抱 那也没办法证明他们是有婚外情关系 他们可能只是推辞自己是好哥们的 好兄弟 是吧 所以这种我们往往给客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一定要坐肩在床 坐肩在床我们肯定是没办法进入现场 我们都是要求客户多带两个人 我会帮你开门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问前台要放卡 比如我们可以拉闸限电 比如我们可以伪装敲门 如果最后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我们可以让委托人带比较壮的壮汉过来 直接一脚把门揣开 然后你自己进去自己解决 不要带凶器 然后我们还建议客户一定要报警 因为其实在中国这种执行 往往最后都会落到一级 这只是架势 不出大问题都是可以被控制住的 在警察来的时候 都是会把这个事态给控制下来的 这种现场我们是不参与 我们参与现场也许这性质就变了 讲一个比较典型的吧 这个案子是我刚入行的时候 一个律师朋友介绍给我的 委托人呢 他是福建的 目标也是福建的 他们一起在广东河山创业 他们开了三四家超市 两口子是很辛苦 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来 开始去市场进货 然后再拉到自己的超市 然后委托人他生了五个小孩 但是呢 现在他老公 在外面有了女人 他想要就是一脚把这个委托人 包括这五个小孩一起提走 所以这种男人是很可恶的 完全不在意自己的骨肉 也不在意这种 跟自己一路打拼过来的女人 这个案子呢 其实委托人没多少钱 我们会见过很多这种情况 男人有钱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悖论 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收费不菲 但往往都是男人有钱 钱都在男人那里 我们委托人反而没什么钱 然后我们没收他多少钱 那也是朋友介绍的嘛 这个案子也是三天四天就搞定了 目标他是在超市 跟他的一个女员工搞在一起 然后他在超市旁边呢 有租一个民房 租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那中午呢 会和这个店员去那边午休 然后在第四天中午 我就把我们的委托人带过去了 跟委托人提前说好 我说你要多带几个亲朋好友 多带几个男的过来 我们是通过在门口等他午休结束 一开门的时候 我就叫委托人 我跟他说 我说他们一开门 就直接把门卡住 然后冲进去 就这样 也算是顺利完结了吧 这个委托 为什么说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 即使我们最不规律的人 他也有规律的一面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侦探大使 罗兰说过 凡接触必有停留 就是说 每一次接触 或者说每一次目标的每一个行为 它都是有迹可循 有线索停留的 我们需要的就是 把它背后的动机 原有给它挖掘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得知人的行为的一个底层代码 通过底层代码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切入到 它接下来的行动中 顺利的预测 我觉得最危险的一个案子 就是在婚爱情绪症当中 当时是在21年 那个案子比较特殊 我们跟的是外国人 他们四个人来我们国内广州的一家 珠宝公司工作 他们可能是做跨境贸易 这家珠宝公司就是我们委托人开的 然后我们的委托人是要去国外出差 长达一个月 这一个月中 他想让我们跟一下他的这个外国男友 看他有没有跟其他的女孩子 在一起瞎混 然后这个也是我最累的一个案子 因为到外国人 他们很喜欢出去喝酒玩乐的 比如广州筑江派对 那边他们几乎一个礼拜要去30次 有时候通宵蹦地蹦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 早上三四点再去抽个水烟 再去吃个火锅再回家睡觉 他们就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作为跟踪他 我们也是他去哪里 我们也去哪里 所以我们也得通宵去工作 这是很累的 有一次刚好是这个案子最后一天 第30天 凌晨4点 他们刚从酒吧出来 他们打滴 我们也是直接从停车场直接开车跟了过去 你要知道打滴跟其实是很难跟的 对方是外国人 他在国内是没办法买车 所以我们当时跟着滴是在路上 我们在后面已经把车灯都关掉了 但可能还是被察觉到了 可能这是个老司机 可能后面有车子一直在跟着他们 因为凌晨4,5点 路上几乎是没有车的 所以我们跟在后面就很显眼 我们看到他们在路边停了下来 这四个外国人呢 当时全下了车 我让我的助手在旁边隐蔽点停车 我下车跟了过去 我一拐过小巷 这四个外国大喊就给我团团围了过来 问我你想干嘛 跟了我好几天了 好久了 你是什么人 你想干什么 他们当时喝了酒 我很害怕 当时他们接着酒精就直接一拳给你露了过来 但还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当时因为前一天被帽子叔叔上门查过签证 他以为我是变异 然后我当时也就将计就计 我强装镇定 然后他们开始向我表忠心 说什么我爱中国 我有颗中国心 我在中国待了好多年了 不喜欢中国 因为你是 我接着酒精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也算是有惊无限 后面我们都顺利脱身 有个案子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被目标发现的一个委托 当时在广州 广州那个白天鹅宾馆 是很有名的 当时目标和他的一个小三就在这里面过了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很早就过来了 想跟拍到他们在酒店里面就餐 吃早饭 下楼 厨房门 直到上车 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前面是进行的很顺利 然后在停车场呢 因为当时那里停车场挺满的 我们没找到合适的一个停车的点位 所以我不得不在外面去拍他 然后我的镜头被这个小三给看到 他直接问我 你在干什么 当时我把那个拍摄的手机放在口袋里 把另外一部手机拿出来 我说我没在拍 那个相册我打开给你看 要不要看 我说我在看股票 怎么了 他说不对 你刚才用的不是这个手机 我要报警 当时他说还要报警 我说你先你报 我回酒店了 我假如就进酒店 他当时还拿着手机来拍我的脸 不够被我挡住了 这算是我唯一一次在现场被发现的时候 然后没有人 这种毫无根据 毫无线索的报警 帽子叔叔每天不知道接多少个 真正他们不会说去参与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很多同行翻船就行为这种现场的小问题 近年来我们设的一个商业委托是越来越多 尤其现在我们的主要部分是这个经业协议调查 像现在的话 比如互联网大厂或者科技企业 他们是很注重自身的一个行业技术壁垒 但是呢 这种行业技术壁垒 把它应用到经业协议就属于有点畸形 有点滥用了 比如很多刚入职的实习生 他也要牵着经业协议 这就属于很不讲理的一个状态 我遇到过最多的不是这种企业来委托我调查他的员工 反而是那些已经跳槽的 已经违反经业协议的人 来问我怎么规避 怎么反侦查这个经业协议调查 我遇到最多的是这种 我都会告诉他们 你如何才能规避这种侦探的侦查 但是你规避不了 你被公司里面的内鬼出卖 其实这是有点违反这个行业规则的 如果我交给他们怎么反侦查 那么我们以后怎么吃经业协议调查这碗饭了 对吧 但其实很多打工人他都是不容易的 他只是想逃离一杠自己不舒服的一个工作状态 但只不过恰好违反了经业协议 而且经业协议很多时候都是 就不讲理了 就让你签署了 你签不签 不签你就滚蛋 对 这种状态 很多实习生打工人 他是没有权利去拒绝签署的 可能我的心智还不太成熟吧 从小就觉得我应该帮助别人 我觉得我的人生意义 应该在帮助别人这个过程中去实现 以前我自己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商业的交换是没办法让我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觉得这种事情别人也能做 我要去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 去帮助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我就选择做这样 对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还能做多久 上周发生了一个委托 我们委托人他想举办一场婚礼 但是这场婚礼他认为可能会有威胁的因素 去破坏这场婚礼 他认为的威胁因素就是他的前妻 他前妻是性格比较偏激的 或者说他已经在共产和养言要把他前妇的一个名声搞臭 他就害怕了前妻会来到你现场去闹事 所以他提前了五天就雇我们去他那边去做一个布防 除了被动的一个保护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个主动的调查 我们会对他可能出现的威胁进行提前的一个追踪 然后确保威胁在抵达现场之前就给他阻挡在门外 我们当时做了两个议案 计划A是在婚礼当天下午电话沟通这个前妻 去跟他商量进行生意上的合作往来的这么一件事 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个大订单 把他留在他的工作的一个店里 计划B是在路上跟他前妻产生一点小小的一个交通上面的一个小摩擦 但当晚他前妻只是留在家里任何地方都没去 这个计划就没有顺利实行起来 不过他没去我们也挺高兴的 委托人也挺高兴的 毕竟他婚礼顺利进行下去了 吴冲和做私家侦探接的这些委托 五花把门什么样的需求都有 故事fm曾经采访过小三分离师 采访过打假人 采访过私人保镖 采访过企业监察员 这些工作吴冲和都干过 小三分离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接到这样的咨询 这样的委托 但是这种委托我都是拒绝的 我觉得小三分离有两种方法 一是局限于主体自身的 我们帮助委托人去改变自己 然后从而增加它的吸引力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主动出击 去改变小三 就是我们会伪装成一个 小三他理想的一个男性目标 去把它勾引走 但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很卑劣的 对 如果我这样做的 我和那个小三本身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小三分离 我们是接受出轨的这个人的委托 比如你外面有小三 他很爱你 但你现在不想跟他有任何来往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充当一个中间人 对状况进行充分的沟通 把对方劝走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看过很多新闻 它都是有这种由爱生恨 相爱相杀的这种刑事案例的 比如男的很有钱有事 但是小三又拿着他把柄来要挟他 最后他把小三给杀了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受出轨这本人的一个小三分离的一个委托 19年上半年 委托人找到我们 他已经跟这个小三已经相处了快三四年了 他本来最开始和小三交往的初衷是想帮他生一个私生子 后面小三也没办法帮他生出这个私生子出来 可能到后面也怨倦了这个小三 他想做一个切割 这种情况下小三肯定不答应了 即使他给了他一笔不菲的一个分手费 但是小三他可能心理上或者情感上 对我们的委托人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依赖了 已经离不开他了 同时小三掌握了不少委托人的把柄 他想说如果你跟我分开 我就把这些把柄抱住去 就是处于这种一种即将爆炸的一个前夕 然后委托人找到了我们 在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临危受命吧 不过这种事情还是不太光彩的 我们以委托人的名义 去和他进行沟通 去协调三方的一个需求或者意愿 如果他们两个一见面 那肯定要吵起来打起来 但有一个中间的缓冲地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把双方的一个需求充分比较大 就这样也算是圆满完成了吧 后面小三也离开了我们的委托人 那比分手费数额相当大 千万以上 我们有很多委托人是这样 按止结束之后他会就把你拉黑了 因为你本身就掌握他一定的隐秘的信息 然后他可能接下来就不想再和你打交道 他认为你是可能代表着某种阴难的东西 对 觉得你已经帮我达成了目的 我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你不需要再出现在我的事业里了 我们一接受委托 他就会把我们拉黑了 也是因为其实就像医生一样 你要去看病 你首先得把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哪里疼 对吧 这种你的如实告诉医生 然后我们要开展调查呢 也是你需要把你的具体的一切状况 家庭状况 情感状况 如实地告诉我们 我们才好去对症下药 或者说相对应地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去开展调查 我们有很多同行 有不少同行 也是因为这一点 才去进行敲诈啰嗦 有不少这种案例 这种实力 我所知的是有两期 当然我不知道的可能有更多 有一个是在上海 有一家是在北京 他们都是我的同行 我都有他们的一个 微信和联系方式 然后上海那个是 因为这敲敲啰嗦 这一事把探员送进去了 老板是没事 然后北京那个敲敲啰嗦 是探员叫他老板一起 全部进去了 老板判了三年 因为其中有一个探员 还是我的朋友 不过那个朋友 他没参与 敲敲啰啰嗦 具体的实力当中 但是他也受到了迫弃 当然这种事情 是违反我的职业道德 我觉得有些钱是可以赚 有些钱不能赚 这一点在我们这行 尤其重要 如果你赚了 你不该赚的钱 那么等待你的可能 就是封人机了 我入行的时候 那天下午 师傅直接跟我说 你做这行 是很有可能会进去采放人机的 他会把这个风险提前告诉我 尤其是这两年 我们这行 就是涌入了很多新人 就导致乱象频发 去年开始我就发现 我网上一搜 怎么这么多 没听说过名字的 调查公司就出现了 因为可能是现在经济大环境也不好 很多人开始愿意 赚这种冒着风险的钱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从业人员量又不去 一目混住很多 这就导致了骗子横行 我现在我都不敢跟我们的委托人提 你要先给一笔前期款 以前我们至少是要给版主 是前期款的 后来我发现骗子也是这样 就是骗客户的 我都是说 我们面谈之后 或者说我们开始工作之后 你确定我们是靠谱的 那你再给钱都没关系 因为同行竞争激烈 吴冲和的收费也比以前降了不少 现在是按照每天三千元起的价格收费 有了近十年的从业经验 吴冲和在2020年成立了自己的私家侦探事务所 时代在进步 吴冲和公司的宣传方法有了改变 对新员工的培养方案也更详细了 当时我招募了一样公司的两个探员 开始在网上做推广 后面对互联网推广这块 逐渐得心应手了 熟练了 开始业务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当时的一个培训计划其实是很简陋的 我们现在的培训计划 我做了一个一个月的培训架构 几个大项 一个是伪装 比如你得快速穿脱衣服 怎么把这个胡子给你粘上去 然后伪装它不仅仅是你外表的一个变化 还包括你内心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转变 比如你可能会从侦探转变到下一个角色 你成为一个学生 或者你成为一个外卖员 你成为一个志愿者 你进入到某些特殊的场合 你就得用特殊的身份 除了伪装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侦察培行 侦察培行就是对目标进行观察 进行辨认 还有一个追踪培行 追踪就是刚才讲的 怎么开车追 然后怎么步行怎么追踪 然后坐公交怎么追踪 坐地铁怎么追踪 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除了此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反侦察培行 对 但是在这里不好说 现在我们有和心理执行机构合作 还有和习斗律所合作 有很多执行机构 它是有做这种风云挽回的业务 然后这一块的话 你很多时候你不仅要改变自己 你还要知己知彼 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去 对自己身做一个改变 对吧 所以它就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查目的 我们的证据和律师 他们通常他们认识里面证据是不一样的 比如违反经验协议的证据 我们仍需要潜入公司去应聘 甚至流水线上去工作 白板倒月板去工作 一两三个月 才能把我们目标的一个违反经验协议的证据拿去到手 那么这种事情 律师他是没办法给你干的 对吧 还有这种婚外勤证据的取证 律师他只能说 口头跟你说 你要去打开对方的手机 去录像录音 但是真正的到了现场 这种最有利的证据就是双方 现场拍的视频照片 拍到对方和小三有亲密的动作 能证明他们有亲密关系的照片视频 这种才是最有利的证据 其他的只能做一个辅助 做一个佐证 像这种证据的话 律师他是没办法给你跑现场 去给你跟踪去拍的 他们有律师证在手 他们是不敢去做这种事情的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对私企高管的一个职务侵占的调查 现在我们不是刚出台的一部法律 就是针对私企的一些高管 做这种贪污受贿 也会做一个相应的法律的惩罚 同样现在私企不少人 他是在里面可以捞很多钱的 在关键的职位上 之前有不少委托 就是做职务侵占的调查 像这种的话 很多私企他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多或少 对有些是默认的 但直到我们出手的时候 那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这项调查的一个主要步骤 就是通过跟踪 通过追踪 去发现对方是否有超出 他收入水平的一个消费 然后会通过 比如这个人的职位是业务经理 我们会委托这种客户 我说咱们要不要一起吃点回扣 这样子 以这种形式 钓鱼的形式来查出 是否有职务金钱 或者说贪污收费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不提倡钓鱼之法 因为我也知道 人性它是经不住考验的 哪怕你底线坚持 在好面对 你抗击不了的利益的时候 那么你也得沦陷了 我们有些客户会 普通提出说 要让人装作客户 来给他钓个鱼 或者在其他的方法 比如最终都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考虑这个步骤 我见过一个台湾的企业家 就是被这种方式陷害进来 他的股东合作伙伴 当时在股东章程上加了一条 假设对方有 因为刑事案件而进去的话 那么他的股份 无权让人给另一方 就这么一个陷阱条例 那么他接下来 他就被做局给陷害进来 我团队现在包括 包括我有九个人 下面四组我探约了 现在都被我们派到外面去了 有一组在新疆 然后一组在浙江 然后一组在东北 然后还一组在富北 都是婚外情的 这种案子是那种 婚姻类案子 一般来说就是高考完之后 它是一个集中爆花的时候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 每年情人节那几天 也是这种爆花的时候 我们不过情人节 我们跟着目标过情人节 我们同时情人节当天 跟过两个目标 就一天过两个情人节 其实有非常多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没有接受他的委托 但他确实是非常需要帮助 有许多人会因为 就是财务状况的问题 是没办法委托我们 因为我们一个药价 还是蛮高的 所以说真相 它其实是虚缺并且昂贵的 今年上半年 我遇到一个委托人 他是在干州 他已经离婚了 但是他的小孩 被分到他的抚养圈 分到他名下 但是小孩都被南方给藏起来了 他现在非常想见到小孩 你知道从一个母亲身边 夺走他的孩子 这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他想请我们 委托我们找到那个小孩在哪里 但是呢 他现在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探员 也没人愿意借这个委托 那个后面是他和他前夫去和解了 小孩还是没有费到他身边的 他只是拿了一笔钱 然后还是把小孩留在前夫家 因为他这个案子一个契机 我当时觉得很后悔 我没有再去进一步地去帮助他 然后就因为这个后悔之心 让我萌生的 我不能再去拒绝这么需要帮助的人 我要做一件公益调查 我觉得有太多人需要这种调查 来辅助他们 来对他们进行帮助 然后我当时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我的探员 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反对 没有一个人同意 你做这种事吃力不讨好 而且这种公益委托 都是风险比较高的 这么做不是把我们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但是我还是决定一意故心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下去 就公益委托 决定不收委托人一分钱 就收他一块钱 做这么一件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委托是在去年下半年 我们的委托人在河南 那回还是冬天 他当时刚结婚 那个结婚的对象 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 他是被他父母强行逼着和这个男的结婚 然后还把他关在家里 不让他出来 因为他父母知道 一旦把他放出来 可能就离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家 然后当时把他身份证 手机什么都藏起来 他就拿他好朋友的一个手机 联系到我们 是他好不容易联系到我们的 同样他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那时候我已经开展了 就是公益委托这个计划 于是就决定去免费去帮助他 我们带了三个人 还有一个律师 我们到了河南平岭山 一个很偏的一个村子里面 当时快十二月 非常冷 我们又没带那么多保暖的衣服 我们几个人在车里面冻得瑟瑟发抖 然后又找不到路 很多农村的路 他是给你导航导不出来的 然后我们又去问路 问路那个大叔 他听不懂普通话 当时就很崩溃 但是我们之后第二天上午 还是找到了我们委托人的家 找到他家之后 我们直接上门说明来 我们也见到了 这个委托人他就关在他家里 然后他父母直接把那个锄头扁蛋 直接扛出来 把我们就往外打 即使我们是律师过去交涉也不行 把律师证拿出来也不行 直接打出来 打出来我们只好报警 因为其实他们父母这种行为 虽然说委托人是他子女 但是这种行为涉嫌 妨碍婚姻自由罪 然后还有一个先知人身自由 非法拒禁 事情的转机就出现在 帽子是把我们两个人和他父母 都带到派出所 那这个时候他家就处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 我们另外两位团员直接去他家 本门直接那种一脚踹开 然后把我们委托人带了出来 就这样 我们也没想到事情的一个结果 会是这么迅速就搞定了 同一道题 他往往有很多解题的方式 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然后现在这个委托人 他在深圳一家工厂上班 他之前还发消息给我 他说他现在工资涨到了快五千多 我觉得他现在至少 他人生是自由的 因为我从小也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了 就有这种侠疑的情节 我想我接的每一个案子 都要符合我的正义感 或者我说正义感这个词 显得我太虚伪了 一个私家侦探 那你怎么配替正义而自 但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属于他的正义 哪怕这个正义 是不被普遍所认可的 我感觉这场做得越久 现在第十个年头 我胆子反而越小 我之前和我的同行朋友说 我说我现在胆子好小 你不要让我做到这种委托 他说怎么可能 大家都做这样的 难道你为什么胆子又小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前是哪里都敢闯 哪里都敢走 我说真的 你做得越久 那么你掌握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手段就越多 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感觉你自己 就像在挥舞着一把双人箭 一把着火的箭 你不知道这把箭 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也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是我最害怕的 现在我仍然是在这行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多久 但是吧 我希望我能有一个 比较好的决局 虽然四家侦探 目前在国内真实存在 但由于我国的 现行法律规定 只有公安 法院 检察院 律师 具有合法的调查区政权 其他擅自获取公民信息 对公民进行窃听 跟踪 偷拍 偷露等行为 都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国内的自家侦探 接活只能是 行走在法律的边缘 而且他们很容易 一不小心 就会发现自己 调查了不该调查的人 从而让自己 陷入危险的境地 希望我国的法律法规 以后能够逐渐的完善 既让市场需求得到满足 也让从业者的调查行为 得到监管和规范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我采访 文卓制作 声音设计文卓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